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渐渐回到了立法院外 还有刚刚学生领袖林飞凡也回房立院 他有没有最新谈话 好 主要各位观众 330的占领凯道的活动呢 现在其实呢 因为在刚刚林飞凡结束 他在凯道十几分钟的谈话之后呢 就离开了凯道的现场 那么其实场内跟场外的 这个抗议的学生 其实态度都是还蛮平和 蛮平静的 那么因为呢 其实大家希望能够 诉求就是希望是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其实在刚刚记者 有这个访问到这个林飞凡 那他们就在刚刚八点多的时候 那他也针对今天晚上有怎么样的活动 也做出了说明 我们听一下稍早林飞凡的谈话 等一下这些 各个场还是会有他们的活动 对 那一场里面也会有新的活动 是等一下会播这个 魏德胜导演的卡诺 然后 会有人替魏德胜导演念一段 就是他要给学生们的话 凯道的活动告一段落结束 那接下来就是请大家 从今天晚上七点开始 在国会周遭排班 然后轮流休息 然后继续 占领国会这样 你刚刚有听到呢 这个学生还有群众们 一整天晒下来呢 他现在又回到了立法院 应该真的很累 而刚刚林飞凡也说呢 这个学生晚上抒压的方式 就是把立法院变成了电影院 那目前现在的状况如何 是刚刚林飞凡讲到说 要播放那个魏德胜导演的 这个卡诺这部电影 那么其实不过刚刚现在 是在一场内 现在目前是还没有播放这个电影 不过现在在场内的情况呢 是现在大家是透过视讯 连线的方式跟国外各地 来做这个一个视讯连线 包括比如说在这个柏林 或者是法兰克福 以及伦敦 现在目前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跟当地的这个卡语的学生 来做视讯连线 那么如果稍待一会儿 有最新的情况跟消息的话 再随时为您做差不多报道 主播 好的谢谢 辛苦秉一的目前电影 还没有播放 不过今天晚上 学生要看的是卡诺 就是希望能够凸显坚持下去的 运动家精神 要用来自不同族群 不同专业的组成分子 前进属于他们的另类甲子源 但是能不能和平 能不能理性 有个关键人物 就是学生领袖林飞凡 他今天晚上发表了17分钟的谈话 他说呢 已经创造历史的一页 要马总统聆听50万人民的声音 还说学生们呢 虽然都好想回家 不过还是会坚持下去 昨天马政府的这些回应 并没有任何一点具体的承诺 也因此 我们占领国会的行动 还无法停止 认识你周遭的七个朋友 约定好 从礼拜一到礼拜天 排好你们的颁表 到国会报到 最新消息就是呢 陆委会今天晚上表示 将在最短时间内 严理完成两岸协议监督 条例的法治化 这也是回应学生们的诉求 但是呢 有官员就透露呢 其实呢 已经严理好了 大概下个礼拜就能提出 就是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不过呢 这次的太阳花雪 目前看起来算是和平理性 而且要凝聚学生 除了激情的喊话 还有温情的歌曲 今天晚上呢 开到活动结束前 压轴的就是大合唱 唱的是早雨天光 可以看到呢 在现场的大合唱当中 好多学生感动多累 而且就算手机在现场 收讯不好 但是至少还能够 开启一个功能 就是LED灯 在黑暗中照亮活动现场 让这阵子紧攻下来的心情 稍微缓和 而UDN TV 也会持续在大家 掌握最新消息 稍微